那么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20分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就H7N9情流感问题也召开新闻发布会 有关于这个发布会上详细的情况 我们现在连通一下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陈文 陈文你好 你好 穆林山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发布会上你了解到的重要的信息 好的 今天上海市政府是主动召开了这个发布会 是从下午的5点20开始一直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到这个发布会的记者也是特别的多 有将近100家之多 在这个发布会上上海市新闻办的主任徐薇是主动的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从今天也就是4月2号开始 在全市启动流感流行应急预案的三级响应 那这个三级响应当中也是包括有很多实质的内容的 比如说这个全市的43个流感监测点和130家开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就是从今年开始对于这种不明原因的这个肺病的这个病患 是从以前的每周一报变为到现在的每日一报 同时还加强了对于中小学校的学生的一个监测 比如说有这个中小学生如果是有不明原因没有来校上课的 那都会每日一查查明这个患病的原因具体是什么 另外呢就是在全市啊是启动了一个这个流感联控的机制 那就是会把全市的确定上海市的公共临床中心为常设的一个定点机构 来落实人员和这个医疗设备还有药品的配备 如果一旦发生疫情的话呢会全市联动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和处理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呢很多记者也是积极的提问 有很多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也是得到了一些回答 首先呢就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已经确诊的这两个病例之外啊 还没有出现新增的病例 这一点呢是可以请大家放心的 那另外呢这个上海市农委的副主任也是向大家表示 通过在全市的排查是没有发现这个禽类之类的 这个家禽类的这个疫情的流行的 所以呢到现在如果说要是吃这个猪肉啊 还有包括这个鸭肉和鸡肉等等都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同时呢他也在这里是提醒大家 不管是有没有这个疫情的出现 那对于这一类的肉食呢都一定是要煮熟了才来吃 因为在春天啊是这个疾病的高发期 不知道在这个肉里面如果没有煮熟的话 是会导致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的 那另外呢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呢 这个记者呀还很关心说 是不是这个二十多天的时间了才来发布这样一个疫情 是不是政府有意在延迟这个发布 在这当中呢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主任呢 也是特别的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这个疫情的这个发病一开始的症状啊 不是非常的明显 就和普通的感冒啊发烧啊发热这个情况是很相似的 所以呢在这个门诊的这个治疗的时候呢 并不是很容易的被发现 那另外呢在后面发现这个门诊的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呢 发现了有一些病毒 但由于这种新型的这个病毒啊 在全球是谁都没有见过的 最后呢他们是进行了一种这个叫做基因测序的方式 才来确定了这个病毒 所以整个的从发现这两个病例到现在的确诊和公布呢 也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所以才经过了大约有二十天的时间才来发布 那另外呢在现场的记者还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这样一个疫情的发布呢 是不是和前一阵子黄浦江上面这个死猪啊 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那这里呢他农委的主任呢 还有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呢 也是特别的解释说明了 在全市对这个猪呢是进行了一个排查 而且对于这个黄浦江上的死猪留存的三十四份病样呢 还进行了一个重复的检查 都没有发现有这个病情还有这个病毒在其中 所以呢和这个黄浦江上的猪啊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请大家呢在这里也是要放心 那另外呢如果说上海市政府在这一方面呢 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呢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穆林山 非常感谢陈文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 给我们带来这些信息哈 我们当然期待着这个病毒有效的得到控制 当然也会随时的来保持着关注 再发布会订阅 转发 打赏出场 通告会订阅 转发 打赏出场 FP发 打赏出场